演员杨志刚在娱乐圈中摸爬滚打十多年 依旧不温不火 在1999年的时候 杨志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与姚晨 杜纯等人同班 之后在学校里认识了配音系小师妹 也就是杨志刚现在的老婆张静了 两人在一起之后没多久便结婚了 尤其是在老婆怀孕后 杨志刚简直爱妻如命 以至于杨志刚拍戏和人谈条件时提的要求就是 我不在乎给我几个钱 但是我要带着妻子一起拍戏 杨志刚出演过《刀锋1937》 《铁梨花》《打狗棍》等电视剧 而他在每部剧中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讲起台词来 一副慢条思理的样子 总让人忍俊不惊 而杨志刚也有过迷茫徘徊的时候 当时哥哥郭静宇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从小人物当作开端 一演就是十三年 后来杨志刚在拍戏的时候意外被烧伤 曾一度抑郁 就是妻子陪他一路走来的 所以被称为老婆奴的杨志刚 为了改变同妻子聚少离多的局面 不管什么情况 都要把妻子带在身边 不仅如此 杨志刚还曾坦言 自己所有赚的钱全部都交给老婆